自从演员邓超开通了微博之后 他就经常会以儿子等等或者是女儿小花的口吻来发一些新的消息 那我们就觉得他真的是非常享受超级奶爸的身份 于是就有人猜测了某亲子节目的第三季邓超要带着等等去参加了 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呢 大去哪儿第三季决定嘉宾邓超 由于目前由浙江卫视与节目合约在身 所以邓超不方便回答 日前有知名博主透露 邓超已确定参加热门亲子类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三季 而网上各大媒体也相继报道了邓超有望参加的消息 眼下邓超在奔跑把兄弟中一路领跑 人气正旺 成为热门综艺节目争相邀请的嘉宾也不足为奇 而细心的记者也从孙力微博中发现了一些端倪 等等看爸爸在跑步机上跑步 问道爸爸你要去哪里呀 儿子说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爸逼你又跑掉哦 孙力的微博是否暗示了邓超将参加某亲子类节目的可能呢 记者先拨通了亲子类节目负责人的电话进行求证 对方的态度很含糊 随即我们的记者又拨通了邓超方面的电话 却得到了坚决否认的回答 其实想想也是就凭孙力在外拍戏期间邓超在家带孩子时的表现 哪个当妈的敢让这样的不靠谱老爸独自带着孩子去参加节目呀 为了邓超的业余生活自创了一款超人形象 差点把邓哥吓晕 等你妹你再拦着我不让发博 我就断你奶 邓超你这样确定不怕教坏儿子吗 天哪 萌娃惨遭恶搞老爸毒手 初爆点评 再上等等上节目 邓超还要再等等